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本羅茲 星期五在與東南亞國家聯盟高級官員會面時 敦促東南亞各國政府努力挽救被人口反指 拋棄在海上的那些難民 本羅茲尤其提到緬甸羅興亞人的遭遇 他說東南亞國家一定要努力挽救那些海上難民的生命 與此同時也應當在各國國內做一些改善 以便從根源上緩解這個危機 本羅茲也同時指出 泰國、印度、尼西亞及馬來西亞已經是接納了相當數量的難民 以上三國之前曾經表示這些船民並不是他們的責任 並且拒絕了聯合國及一些國際之間的維權組織作出的 要求請他們接納這些難民的呼籲 關注這些流落在海上的難民的安慰活動人士估計 有多達8000名的船民 目前仍然是在海上漂流 很多人都是沒有足夠的飲用水及食物 得到達4000名的ions 農政人士伴計 時 格文 不僅所動... 是